再过三四天就要农历过年了 位在台中市台湾大道二段的川普传媒公司 跟中华国业生计公司 最近特别捐助现金、民生用品跟健康食品 送给台中市福星家庭关怀协会 跟中华弟子规行愿关怀协会 让一些弱势团体跟家庭能够得到实质上的帮助 感受社会的温暖跟爱心 2020年1月21号下午2点 还在台中市台湾大道220号28楼的会议室 举办一场颁发感谢状的简单仪式 气氛相当温馨感人 非常甘心有川普这些慈善团体 还有这些机构给我们的帮忙 因为我们有一些遭遇到一些变故跟困难 然后成这些单位给我们的帮助 可以缓解一下我们所遭遇的困难 非常感谢 我们中华国业科技有限 生技有限公司 赞助我们台湾的福星关怀协会 因为我们经常都在做公益 需要一些弱势团体 需要有点重的外来的资源 来帮我们一起做公益 中华国业生技投入健康食品研发生产行销已经十多年 为了打开海峡两岸跟国内外的市场 目前已经将行销据点扩大到中国上海等地 并且联合川普传媒公司 创立百万网红 消费互助联盟 再结合牛津大学生化博士 程耀宽的专业授权 研发添加辅媒成分的综合营养食品 希望打造两岸三地 大健康产业 我们的岁目 这个时间呢 我想有很多值得我们关心的人 所以刚才看到了 有一些弱势的团体 弱势的一些家庭 也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得到关照 得到改善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一个社会的公益活动 我相信中华国业 以后会持续的 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回馈社会 最主要就是急难救助 当他发生 到急诊室的时候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 帮他募款 那我前后大概募了将近十万块 去帮助这个家庭 那他因为是有插管 所以说我们也捐赠他MMM 那然后让他身体 能够赶快恢复健康 国业生计跟川普传媒都强调 公司为了回馈社会 增加就业机会 照顾到每一个家庭 推出许多会员优惠活动 也经常举办公益活动 招待弱势团体 跟个人来聚餐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健康 过好年 打造幸福繁荣的社会环境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 很多人都都交给了 兼项 会请 多是 人都交给了 他们iv应 也不如 人也不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